日本的社會陶瓷器基本上是從17世紀以後開始 因為16世紀末 封城秀吉出兵朝鮮之後 帶回來的很多朝鮮的工匠 是以土平義跟神獸官為首的陶工 那薩摩燒的話它是位於九州 因為是最靠近中國跟朝鮮半島 他們的貿易非常頻繁 所以開啟了這一段日本陶瓷器社會的路程 他們克服了當地博山灰的土質 創造這種用胎土跟很大量的顏色跟金泥製作的薩摩燒 因為是進貢給五家將軍 所以他們的風格通常會比較大氣一點 薩摩燒的風格跑到京都之後風格變得比較細膩 那這種風格又稱作金薩摩 瓷器的部分的話比較著名就是有田燒 那其中外銷一萬里的話 最知名的就是當初荷蘭東一度公司 那他們當初就有很多盤子的圖案主題 是以西洋的帆船 和荷蘭人的文室圖案為主 因為是在國際上流通 所以它通常繪畫會比較活潑鮮豔 接下來這一區就是以京都為主的品味 那因為京都的話自古以來是貴族皇室所在的地方 所以它的風格就是比較是偏四天時代 比較風花雪月 那也是比較符合傳統 那主要的話就是以這種牙黃色的態度 那再加上他們喜歡的動植物的繪畫跟風景來做裝飾 可以看到這個兔子的姿態 它是用手捏那捏的非常的微妙微笑 那再加上就是他們最喜歡的青綠的顏色 跟一點紅色的去點綴它 表現出就是非常難得 古清水燒那個時期的一個作品 喜歡日本社會陶瓷的 歡迎來參觀雅勒帶花園 你怎麼這麼 happy